哟,大家好呀 由于Easy经常老神在在地在笼顶上蹲着 给我一种它是一只老鸟的错觉 其实Easy依然是个对陌生事物充满好奇的宝宝 家里钻纹龟的背甲出了一点点小问题 需要每天磨点软膏干养一下 所以我趁着小小去泡澡的时候 把钻纹放在了小小的整理箱中 洗完手一回头 就看见Easy在这里目不转睛着 盯着想要越狱的小钻纹 可能是Easy对这个整理箱中 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 很活泼的龟不太适应吧 就一直盯着丑 虽然我感觉Easy其实是有看过龟缸里的钻纹 可能Easy是不理解 一只在龟缸里面游来游去的家伙 上岸之后居然还能这么活蹦乱跳的吧 虽然这个时间 应该是发放夏威夷果的时间 Easy很努力的明示我该放夏威夷果了 不过Easy依然是忍不住的去看打算越狱的小钻纹 感觉Easy这个状态实在是太有趣了 我要说一下 其实Easy的上会一点都不长 它是会自己控制自己上会的长度的 具体的解释是在去年8月19号那一期 我就不单独做一期视频了 Easy也等得不耐烦了 就这样吧 好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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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饱